甘肃临夏州基石山线发生地震以来 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致电致函国家主席习近平 或通过其他方式表示诚挚慰问 他们是 俄罗斯总统普京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 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通伦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 蒙古总统忽日勒苏赫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萨扎帕罗夫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土库曼斯坦总统谢比尔德穆哈梅多夫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纪约耶夫 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 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 韩国总统尹西越 尼泊尔总统鲍德尔 布丹第四世国王旺楚克 沙特国王萨勒曼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 科威特埃米尔米沙勒 阿曼苏丹海塞姆 中非总统图瓦德拉 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 坎尼亚总统鲁托 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 塞内加尔总统萨勒 德国总统施泰因麦尔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拉 匈牙利总统诺瓦克 捷克总统帕维尔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 波黑主席团三位成员 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土库曼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 库比尔德·穆哈梅多夫 俄罗斯总理米书斯金 越南总理范明正 巴基斯坦总理卡卡尔 泰国总理赛塔 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 吉尔吉斯坦总理阿扎帕罗夫 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 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 福德角总理希尔瓦 德国总理舒尔茨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 格林纳达总理米切尔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弗朗西斯等 各国领导人对地震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表示哀悼和慰问 高度评价中国政府采取 及时有力救援行动 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 重建家园